嗨,这里是红莫力尺,我是谭雅 今天我们来学习矩形整理 矩形整理长这样 在一段下段趋势或者上升趋势中 往往会出现一连串的高低点 如果我们把这些高低点相连 就可以得到一个矩形的形状 这样的形态我们称为矩形整理 在下段趋势中 矩形整理过后 趋势往往会向下跌破矩形整理的下轨 继续延续下降趋势 而在上升趋势中 矩形整理往往会向上突破上轨 继续延续上升趋势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在这个股票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出现一连串的高低点 如果我们把这些高低点相连 就可以得到一个矩形整理的形态 那这只股票它原有的是上升趋势 进入了矩形整理形态之后 向上突破矩形整理形态的上轨 继续延续它的上升趋势 所以这个称为整理形态当中的矩形整理 当股价向上突破矩形整理的上轨的时候 这地方是一个买点 那同时如果我们是做短线的 可以在矩形整理的下轨的地方买股到上轨的地方卖出 下轨地方买入上轨卖出 那如果我们是做中长线的 那么应该在突破矩形整理上轨的时候买入 今天我们学习了矩形整理 矩形整理与趋势线结合使用效果更佳 因为矩形整理它是需要时间的 并且有时候的 今天我们学习了矩形整理 矩形整理与趋势线结合使用效果更佳 如果是上升趋势 那么与上升趋势线结合使用效果更佳 因为上升趋势的矩形整理 往往发生在上升趋势线被跌破之后 但变得有效突破标志着矩形整理形态的形成 如果没有突破则形态失败 配合量价关系使用效果更佳 往往矩形整理向上突破 都会伴随成交浪的放大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股票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Telegram通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